怒斥徐征,力挺肖战,毕智妃到底是当代鲁迅还是第二个凤姐? 在众多声音中,大导演毕智妃可谓赌输一致 先是微博一篇长文让人分不清是敌是友 之后在3月5日又与律师大咖直播辩论肖战事件的事实非非 持续性的热度让人产生一种感觉 在肖战事件中,肖战是配角,毕智妃他才是真正的主角啊 一些网友骂毕智妃是再次热度 有些人则认为他在仗义之言 同时也有声音评价他为第二个凤姐 有意思的是,毕智妃对于肖战是一种稍微柔和的方式 而对同行徐征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对热度嗅觉灵敏的毕智妃 立马闻到了讽刺瓦苦的气息 于是转发了徐征的演讲视频 还配文扬言,我会努力用下一部电影来证明 其实我可以拔高电影的门槛 两年时间过去 没看到毕智妃向徐征证明自己的导演实力 倒是在网上用多条微博把徐征拉下深谈 本期话题,毕智妃对徐征和肖战的发声 你觉得他到底是当代鲁迅还是第二个凤姐?